哈喽大家好,我是巴黎地宝,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都是在讲,在法国如何卤羊毛,如何买房啊,如何投资啊,如何避税的问题 非常的本土化,所以我叫地宝嘛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记得赶快订阅一下,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圈吧 我是一个非常实战的人 我觉得有很多想法的话,没有做到那就不算 有想法我就一定要去试一试 我有一个必胜的梦想,就是如何可以风险不大 但是呢,收益要超过我在法国存在银行LIFR的0.5% 而且大家知道啊,存LIFR的话,你存满了也就22,950欧 0.5%的利息啊,一年就拿到114欧的利息 真的是辛辛苦苦存一年啊 这点钱还不够我扛着这个通货膨胀 2019年法国的通货膨胀大概在1.1% 真的要哭一下呀,辛苦存钱,钱越存越少 那我也在我之前的视频呢,反复的在强调 如何达到经济独立,提早退休 那以及啊,30岁为退休的时候每个月有1万欧所做的准备 这些视频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 等一下看完这个视频之后赶快去看一下 这也是我自己在30岁到35岁这个五年计划的一个重要指导方向 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我也找到了好几个风险不大 但是可以实现5%的回报的 然后呢,我就拿着我的真金实银一个一个去实践 因为不实践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所以从今天开始以及后面的很多的视频 都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这个战绩,无论是赚的还是输的 也会和大家总结一下哪个好用哪个不好用 今天呢,就是和大家展示一个我自己买的东西 赚了多少钱,交了多少税,还有税后的收入又是多少 然后我们算一下如何得出这个税后5%的回报率的 最后说一下有什么样的风险,如何最大化的规避这个风险 如果大家对于投资感兴趣的,我们可以一起相互学习 加一加我的投资群,我们可以在买房以及各种投资渠道之间啊 交叉进行,尽早的达到经济独立 我这一个被动收入啊,非常的被动 真的是税后收入,睡觉的时候他也在赚钱 我买了就没有看了,直到今天我看了一下 算了一下,我惊呆了,这个战略确实非常的好用 今天呢,就和大家讲一讲美股的分红战略 话不多说,直接晒我的结果 我买了很多只分红的股票,那只是其中的一只 我们来举个例子,这个呢 是我9月份收到的分红,他们呢是每个季度的分红 也就是每三个月分一次红的 这个股票叫做AT&T,是美国最大的通信公司 三大业务啊,分别是通讯,华纳传媒,还有拉丁美洲的通讯部分 他的代号是T,这个T啊,在手机通讯服务里面 占有美国最高的占有率,达到了40% 也就是如此啊,可以带来稳定的收入 稳定的收入就是稳定的现金流 稳定的现金流就可以保证他们有稳定的股息 他们在36年啊,都没有停止派发过股息 在未来呢,他们也会继续减少他们的公司债务 而且未来三年也会专注于5G战略 因为对于这支股票,我有详细的一个调查 还有我自己的理解 所以我当时啊,就决定在很多股票之中啊 选择了这一支,觉得认为他应该是会一个平稳的增长 所以呢,我也是一个长远的布局 注意啊,这个分红啊,是直接分到我的股票账户里的现金里面啊 他不会帮你再买股票的 就是直接是以现金的形式打给你了 那我们详细的看一下我的计算 我给大家我一个原始的这个交易的表格 再给一个我自己用中文换算了一下的表格 也就是说,我有一个季度的分红 拿到了93欧,93.82 然后呢,我的账户收款 10收,收到了51.63 大家肯定要问了,怎么只收到这么一点 如果你算一算的话 可能差不多45%都用来交税了 那当然不会交这么多的税啊 不然赚到钱的一半都去交税了,对吧 但其实啊,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开机登部 它是一个退税的一个东西 然后明年呢,它退税的时候会退给我 所以啊,这个有个11.4欧 所以其实我通过这个拿到的分红 是这个51.63 我现在实际账户收到的钱 外加上这个14.1 明年我报税的时候会退给我的 所以我实际的收益啊 其实是65欧 也就是说 我一共分红了93.82 我拿到手的 赚到钱的话 应该是65欧 这样子呢 我算了一下 作为一个省计 我是有职业病 想去核算一下 银行算的对了还是错了 所以呢 我把这个实际的盈利除以我这个季度的分红 65.73除以93.82 正好就是30% 哦,30%嘛 大家如果在看我之前很多视频呢 就会发现30%就是flat tax 就直接给你一刀切30%的税 所以就是对的 那如果按照一个季度嘛 因为我是四个季度 所以呢就要乘以四 也就是说 我一年啊 拿到的分红是262欧 那这个分红呢 我到底买了多少苦呢 这个原始的表格也写了 我的股数是210股 然后今天的股价呢 是28块6毛3 然后我就去这个Google里面 换算了一下 变成这个欧元 也就是24.16欧元 然后呢 你用这个今天的股价 乘以今天的股数 也就是说 我这个现在的这个股票的价格 然后你拿这个分红 262.92除以 我现在的这个所有的价值 那就得到了我的回报率 这么一除呢 就得到了5.13的一个回报率 而且大家注意啊 这个回报率真的是到手了的 已经交过了税的 那如果你不算这个税前的话 这个回报率会更高 其实这个股票呢 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一下 他这个36年啊 真的是每个季度都有分红的 确实啊 因为疫情啊 导致他这个股价有所回调 现在呢 真的是在一个历史比较低的位置 如果他继续横盘 或者向下走一点的话 我可能会稍微的再近一点点 一个这么大的公司 在比较低的这个位置徘徊 或许之后 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增长点 比如说五区的部分 比如说华纳的这个部分 如果能够在未来 给他带来一个新的增长点 那么他肯定会回到 以前的那个高度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希望在的 反正我现在这个战略啊 主要是拿这个分红 他以后啊 只要保证这个股价 不要太大跌就可以 如果能够稳定的 或者是稳定上涨 那当然最好不过了 这样的话 我的回报率 也会不止这个现在的5% 确实呢 我有好几个其他的股票 分红没有AT&T 分的这么多5% 但是他们这个上涨 比AT&T涨得多 所以啊 这个也是看大家自己的这个喜好 你是喜欢分红多一点的呢 还是喜欢这个股价 涨得多一点的呢 这就看大家自己的一个喜好了 当然啊 这只是一个自己的想法 股市有风险 大家自己控制好这个仓位 好的 赶快和大家总结一下 这个战略怎么使用 建议呢 首先赶快去开一个股票账户 你可以开这个eToro 我在我的视频下方 给了大家一个链接 可以直接进行开户 我也出了一个专门的开户视频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开户的话 可以根据这个视频啊 一步一步的开户的 好的 我就按照自己的理解 归纳了一下 这个战略的使用情况 首先啊 你要选一个分红多 而且稳定分红的优质股 我们知道了 美股里面很多股票都是分红的 有的可能就只有2% 3% 有的呢 有百分之十几的 但是那种分红分的很多的 可能它并不稳定 不是说每个月或者是每个季度都会给你分红的啊 所以呢 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投资 又想稳一点的话 那我建议还是选一个分红稍微多一点点 大概呃 百分之四啊 百分之五啊 百分之七啊之类的 但是呢 一定要稳定 不要那种有一年有 有一年没有的 如果你是按照这个分红的战略来的话 当然你期待的是一个稳定的分红 第二点 这个你买的股票基本上是长期持有的 除非有一天你发现这个行业啊 基本上就是没有了 马上就要被社会淘汰了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赶快把你的钱拿出来吧 不然的话 真的有一天这个就要跌到零了 如果呢 你对于你买的股票的这个行业还抱有信心的话 那么我觉得就可以长期的持有 反正不管它这个浮动有多大多小的 你都一直拿着 因为你要的收入是分红 你并不是靠这个涨跌 而且如果你买的是一个好的行业 有前景的行业 未来的发展是越来越好的 所以呢 不仅是你的这个分红有保证 而且啊 它这个股价随着慢慢的上涨 你也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虽然这家公司呢 股价也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呢 这个分红也是有保证的 还有很多家公司都这种情况 但是万一有一天 就比如说股灾 所有的股票都跌的话 对你来说肯定是有影响的 但是那个时候就不要慌 然后呢 你就慢慢的等时间呗 第三点 我们来说一下如何的控制一下风险 我觉得吧 可以投资在不同的领域 比如说你可以投资在一些能源啊 或者是其他领域 这样的话可以分散一下 你这个投资的风险 可能呢 有一些领域 有一些公司在未来啊 以后就没有那么吃香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每年对于这个股票的理解 慢慢的呢 去变动自己的仓位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好的股票的话 至少拿在手里三年五年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呢 我还是觉得可以在这个方面大家好好的考虑一下 如何在不同的领域都投资一点 这样的话来分担不同的这个风险 同时呢 在这个买入的点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策略的 就比如说有些人就喜欢在这个月跌 那就越买 比如说跌个百分之十个点 那我就买一部分 再跌十个点 那我就再买一部分 还有的呢 投资策略是每个月我都定期的投 不管涨还是跌 我每个月都都投一次 都是那个时间点投资一些我要的股票 这个呢 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啊 来慢慢的实践吧 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买点 然后你把这个组合建好之后 真的就可以不用管了 像我一样我之前买的就没有管 直到这个年底了 我再看一下 我只是想看一下这个分红 大家如果觉得麻烦可以不用算啊 就直接放在那里 反正你拿到了就行了 最重要的是这个办法的风险不高 而且啊 基本就是不用管 你投资完了之后就丢在里面 然后呢 就是等你某一天想起来了 你就看一眼 反正呢 近期涨跌啊 我都不会抛售的 没想起来的话 就让他带给你每个月 或者每个季度 给你这个分红就行了 好的 就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我的这一个战略 关于如何买这个美股的分红的股票 当然还有其他的战略 也希望大家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哦 希望可以积累到100个赞 那我就继续出后面的还有其他好几个不同的投资的办法 我也拿到了快5%的收益率 那等着后面的视频吧 今天的视频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如果大家要开这个美股账户的话 欢迎点击我视频下方的链切开户哦 那我就祝大家都可以在税后收益10%以上吧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 拜拜 拜拜